你设想一下 当布林根可能已经失去记忆的山智 再一次见面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剧情呢 好 我们就先从这个1038话的斐叶 山智的这一对坏兄弟 尼智跟勇智来说起 尼智跟勇智是被钉在蒙多尔的这个图书里边 被摆放在可可岛上 由欧文亲自看守 那这个斐叶剧情也就对应了上一话 这个斐叶之中 衣智 夹智 还有雷九 面无表情的 但是带有惆怅色彩的望向这个地平线的剧情 因为他们的家人没有逃出这个蛋糕岛 那以欧文非常严厉 基本就是蛋糕岛吃犬的这种感觉来说 只要他在的话 勇智跟尼智是不可能逃走的 那么好消息是 蒙多尔的这个能力 虽然是把他们定在这个书上 就像标本一样 但两个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让这两个小子受受苦也挺好 反正他们之前对山智那么坏 但是画面这个地点 包括画面就是靠右边的布林的出现 还是为勇智跟尼智的未来带来的一线希望吧 你从布林的神情来看 他是非常关心山智的这两位兄弟的 布林现在依旧心念着山智 所以为了山智的兄弟 布林是很可能会 趁欧文不在的时候就走尼智跟勇智的 那这个地点正好就是布林所管 因为布林现在是科科岛的候选大臣 巧克力候选大臣 所以这基本就是布林的地盘 欧文总有离开的时候 那只要欧文一离开 布林就可以运用这个主场优势 悄悄的救走尼智和勇智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 布林是会放这两个兄弟一起走呢 还是和他们一起走 然后再去找到山智 那布林正好又是巧克力的候补大臣 上一代的这个巧克力大臣就是罗拉 罗拉作为布林的榜样 奔向了自己的爱情 有没有可能布林也会像上一代 这个科科大臣罗拉一样 也会离开蛋糕岛 奔向自己的爱情山智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期待的一个剧情吧 但现在说不准 那可能为了这个两兄弟能顺利逃走 布林可能会做后援 所以也不会逃走 所以布林在这里是一个开放的剧情 我还是蛮期待布林在接下来的剧情之中 再次出现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戏份 你设想一下 当布林跟可能已经失去记忆的山智 再一次见面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剧情呢